這幾個月社群媒體上也有一首非常熱門的日文歌 MVK在五月推出後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突破五千萬次觀看了 你或許有聽過 歌中將摩斯密碼唱出來成為了整首歌最大特色 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所在 而這首歌就是由Kochino Kento 所唱的 《Hi Yorokonde》 這首歌在講述我們有時都會因為一些社會的拘束 跟自己給自己強加壓力而造成身心靈 都處在一個被迫的生活狀態 在工作上為了讓大家對自己留下好印象 而不斷鞠躬哈邀 又或是不好意思拒絕別人的要求 而接下了太多其實自己沒辦法負擔的責任 每天一點點的壓力累積起來 就算身體看起來健康 但心理卻早就已經出問題 發出SOS的求救訊號了 而要書寫平日的壓力 就來玩最輕鬆療癒的信封之谷吧 在《新風之谷》裡完全不用在意別人眼光 自由度極高的裝扮系統 讓你可以隨性搭配自己的角色 依照你的喜好自由的 穿上不同又好看的外裝 想怎麼穿就怎麼穿 遊戲經營至今已有19個年頭 現在已經有多大50個職業可以選擇 每隻角色都有不同外型和特色 但都有華麗的技能特效 加上充滿陰暗的傷害數字 打擊揮合感滿點 而且這次改版還全面升級了 《天使破壞者》 《Remaster》和《墨璇》的改編 改版更新絕對不落於人後 這大概就是19年來還屹立不搖的原因吧 而《新風之谷》最讓許多玩家津津樂道 覺得是遊戲當中的BGM了 還記得高中的時候 很常一邊聽《風之谷》BGM一邊讀書 音樂可以說是最美好的回憶 而現在你可以沉浸在這些BGM中 打怪跟歌草放下生活的所有壓力 盡情在《新風之谷》的世界裡做你自己 現在就點說明來連接下載新風之谷吧 多多跟你們說 現在書物序號Terry Dream還有禮物拿 裡面有小泰理批寵 幫你吸飽 還有二十瓶成長蜜藥 更多禮物等你們上線來 一起回到過去那段美好的時光吧 寫出這首歌的Kochinokento 本名為《堅生見人》 有人可能對這個名字有點影響 在我之前介紹的日本演員 堅田將會影片中有提到 他就是堅田將會的二弟 更多有關堅生家的故事 可以去複習這支影片喔 而堅生見人從小就受到堅田將會的影響 對他來說大哥的身邊永遠充滿著光芒 而他也是堅田將會的大粉絲 哥哥推出了什麼新作品又或是有新活動時 他都會第一時間更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跟他宣傳 他自己也說自己就是堅田將會的真愛粉 堅然曾經因為哥哥的關係 想要成為演員 最後卻對音樂也比較感興趣 大學時他跟朋友一起組阿卡菲來樂團 並連續兩年在日本參加比賽奪下優勝 但大學畢業後的堅然 並沒有像我們想像中那樣走進演藝圈 而是進入了一般的企業公司上班 主段期間他也開設YouTube頻道 在頻道上傳翻唱歌曲 又或是自己寫的歌 而在進了公司工作一年後 竟然發現自己每天關在辦公室面對電腦 神心靈也開始受不了這樣的生活 對音樂的熱情也因為隨著時間而逐漸降低 整個人變得越來越猶豫 最後是在爸爸慶生會上 被邀請跟大學時的樂團成員一起表演時 發現自己在這種消沉的狀態下反而唱得更好 決定將這種痛苦的感受寫成歌曲 於是寫出了別死啊這首歌 MV的播放量 截至目前超過1600萬次 對他的音樂之路踏出了不小的一步 而Kochino Kento這個名字當初是賤人 覺得在公司上班時的他是那邊的賤人 做音樂時則是這邊的賤人 所以才這樣取得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這首 推出不到三個月 MV已經突破5000萬的 Hi Yodokonde吧 Hi Yodokonde翻成中文就是 好的樂意效勞 很多人說這首歌如果是得射出的話 聽了會很有感觸 但我覺得歌中所呈現的狀況並不限於工作上 而是充斥在生活上的每個角落 第一段主歌唱到的 如果是為了你的話 我非常樂意效勞 如果可以的話 我一定會做到最好的 這段歌詞搭配上前一句的 伸出那雙披上正義的手 這裡MV畫面呈現出一個人伸出手 而他的腳上則有另一隻大手 這裡想講的是 平常我會因為自己的自尊 又或是暗中作祟的溫柔 而接受別人請求扛下所有 當責任落到自己身上時 彷彿就像對方的救世主一樣 但其實這個時候真正被拿捏的只有你而已 那雙大手代表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要進入副歌前要唱到 詳情以納三到六格的心跳聲吧 緊接著的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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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著SOS求救信號的摩斯密碼 先講三到六格心跳聲這句歌詞 心跳正常數值是50到100BPM 而心電圖的速度是每秒25毫米 而心電圖的一格是5毫米 所以三到六格心跳就是心跳正常的意思 用一副健康正常的身體發出求救訊號 這就是見人想表示的 許多人都以為自己沒事 但其實心裡早就生病了 而仔細聽可以發現 SOS摩斯密碼的最後一個DONG 有唱出來 但是畫面上卻沒有呈現 會不會就是代表你的身體 或是你自己有發出求救的訊號 但其他人卻假裝沒看見呢 而後副歌不斷重複的 Girri Giri Dance 雖然歌詞寫是跳著勉強之舞 但最初見人是寫get it down 有種將沉重壓力卸下的感覺 最後歌曲完成之季 他要將get it down改成get it done 變成完成之夜事的意味在 歌詞寫Girri Giri Dance 卻創成get it done 就好像是勉強完成之夜事一樣 而第二段主歌寫了一段 非常耐人尋味的歌詞 就算滿肚子火 卻還是讓溫柔站上風了 大家仔細想想 我們多少次是因為自己的溫柔跟善良而答應 我覺得這句話的溫柔指得不只有對其他人溫柔 還有對自己的溫柔 最後我想見人在這首歌MV下給大家留言 來為這支影片做結尾 因為我覺得這段留言除了是他寫這首歌的初衷外 也是整首歌的核心所在 我到現在還是不能理解憂鬱和遭遇 為了不想每天忽略掉的像是 到底從哪裡開始算是病呢? 究竟什麼時候是溫柔 而什麼時候又是忍耐呢? 這樣的問題 於是我抱持著想讓大家養成 每天能發出SOS的習慣而製作這首歌 雖然很痛苦 但我覺得能從這裡再踏出一步 想起不好的回憶而哭到 讓他人注意到也是一件好事 此外 人生很長 就算你能完全康復 也會再次消磨 所以讓我們把心放在邊緣 在不確定狀態下生活吧 即使你透過壓抑 才讓自己在如此艱難的世界裡 活得更輕鬆 但這種生活方式 絕對不是你發自內心想要的 最好要能意識到 只有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 才能找回自己 因為當你在做不喜歡的事情時 你如果心想 這不像我的時候 你大概率就是對的 因為的確不像你 或許第一步可以先創造 能讓自己盡情任性的時刻或環境 對我來說 就是在寫音樂的時候 又或是放假時 跟我太太吃麥當的時候 我點套餐的時候 都會再點一份雞塊 然後飲料會點牛奶 但每次我這樣點餐時 都會被店員笑 笑屁啊 總之很簡單 所以當你在你自己任性的小空間裡時 你應該發自內心的說 我好開心 並對自己感到驕傲就好 所以說 11開始